关心病最怕发展为心衰,提醒,降低心衰风险,关键要做好这二件事。 关心病相信大家都不陌生,关心病也叫冠状动脉周样硬化疾病,也就是一种由心脏缺血导致的疾病。 冠状动脉位于心脏表面,它是一条专门给心脏提供血液的动脉血管, 而当冠状动脉因各种因素导致血管内狭窄或者引起堵塞之后,就会出现胸闷、胸疼的典型症状, 尤其是在活动之后就会加重,从而就导致心脏缺氧、缺血或者出现坏死。 那么这种因心脏缺血导致的疾病就叫关心病,关心病多发在中老年人身上, 尤其是在过了40岁之后是关心病的高发人群。 而普遍男性的发病率会比女性的发病率高。 但是就在近年来,关心病也逐渐的年轻化, 有许多的年轻人也受到了关心病的困扰, 而能够诱发关心病的因素其实有很多。 饮食习惯、生活习惯、遗传因素或者精神方面的因素等等, 都有可能会增加患关心病的风险。 大多数来说,有些因素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, 就比如通过改变日常的饮食习惯来有效控制冠状动脉堵塞的问题。 如果经常吃一些高热量、高脂肪和高胆固醇的食物, 这些食物会造成血液内的胆固醇或者其他审电物堆积过多, 从而形成斑块堆积在动脉壁上, 就会造成血管狭窄或者闭塞, 那么就会诱发关心病。 当然,如果存在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, 比如那些经常抽烟酗酒的人群, 或者经常暴露在二手烟环境下的人群, 都容易增加患关心病的风险。 其次,那些体重过胖、患慢性基础病或者压力过大, 缺乏运动的人群都会促进危险因素的发展, 从而加重关心病。 身体出现哪些情况是关心病导致心衰的前兆。 一、胸闷气短。 关心病导致的心衰是会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, 是最典型的症状之一。 这是因为当心衰出现时, 由于心脏没有足够的动力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, 肺部就会出现淤血,导致氧气不足、肺水肿, 就会出现胸闷气短、呼吸困难的症状。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运动之后。 二、心率不齐。 心率不齐指的就是心脏跳动的频率异常。 有时过快、有时过慢或者不规则的跳动。 日常研究、过度运动或者情绪激动, 都有可能会出现心率不齐, 造成心率失常、再不及时治疗的话, 就很有可能会诱发心衰。 三、疲惫无力。 心衰导致的心脏攻血功能下降, 使得全身的器官或会出现缺氧、缺血。 器官的血流量减少之后, 就会导致运动耐力降低, 因此就会让你感到无精打采, 频繁的乏力、疲惫。 好像做什么都没劲。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, 就要时刻注意心脏的健康了。 四、水肿。 心衰会导致下肢出现水肿的现象。 这是因为体内液体的株瘤或者分布不当。 身体中的血浆和细胞外液无法维持平衡, 从而导致的肿胀。 当你感觉到腿部肿胀, 按压的时候皮肤出现凹陷不回弹的现象, 大概率就是水肿了。 那么就要警惕是不是心衰的前兆了。 关心病是如何发展成心衰的? 关心病是导致心衰最常见的因素。 心衰就是指心脏的收缩或者舒张功能出现障碍, 导致心脏无法正常运作, 到最后甚至会严重危害生命。 当关心病患者出现心脚痛、心率失常等症状, 就说明心脏的功能已经下降了。 这些因素都是心衰的前兆。 有数据统计, 全球每年有大概一百多万人因患关心病而死亡。 目前我国关心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正处在上升阶段。 那么,关心病是如何发展成心衰的呢?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。 一,心率失常。 那么当患上关心病之后, 最常见的症状就是心脚痛。 由于关心病会影响心脏的正常功能, 还会导致心脏出现不规则的跳动。 过快,过慢,甚至发生症软, 也会引起心率失常。 心率失常就会造成心血管出现紊乱, 就容易加重心衰的症状。 二,心脏缺氧,缺血。 患上关心病之后, 最怕出现的就是心理衰竭。 能够诱发心衰最主要的原因之一, 就是冠状动脉周样硬化性心脏病。 心脏由于发生堵塞, 导致无法及时得到血液和氧气的攻击, 就会使心脏严重缺血, 缺氧从而导致心理衰竭。 三,急性心梗。 如果关心病患者由于各种原因出现冠状动脉急性闭塞之后, 患者此时的心脏就会大面积坏死, 从而导致心脏的收缩力急剧下降, 就会诱发急性心肌梗死, 最终导致心衰严重的威胁生命。 四,心脏重构。 由于心脏长时间的缺氧、缺血出现一系列的反应, 导致心脏的功能和结构发生改变, 就会出现心肌纤维化、心势壁肥厚、心腔扩大等问题。 增加心脏的负担, 心脏的正常功能就会大大下降, 那么也就最容易出现心栓。 五,并发症。 得了关心病, 往往还伴随着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疾病。 高血压、高血脂等这些基础疾病往往也会加重心脏的负担, 容易出现心率失常、心肌梗死, 从而诱发心衰。 如何预防心衰? 要做好这二件事。 心衰会严重危害我们的生命健康。 那么我们日常要如何去预防呢? 一,控制。 首先第一点就是要控制那些能够诱发关心病的因素。 就比如那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, 生活习惯, 或者患有三高等基础疾病, 肥胖, 长期抽烟酗酒等, 这些因素都会诱发心衰。 那么我们就要改变这些不好的习惯, 多吃一些营养又健康的食物, 还要做到戒烟戒酒, 适当地进行运动, 维持健康的体重等。 对于那些患有基础病的患者, 要定期的服用药物治疗, 有效地改善血管, 就能够控制住关心病的发展, 从而预防心衰。 二, 治疗。 心肌梗死, 心率失常, 心脚痛等都是关心病的原发病。 原发病会促进心衰的发展, 所以积极地治疗原发病就能够很好的预防心衰。 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法来治疗原发病, 就比如药物治疗, 手术治疗等。 药物治疗可以采用一些抗血栓, 抗心肌缺血的药, 就比如阿斯匹林片, 绿茨格雷, 辛伐他廷, 美托洛尔, 维拉帕米等药物, 有效地调节血脂, 改善心肌缺血, 就能够降低心衰的风险。 其次, 关心病还可以通过手术治疗来有效预防心衰, 介入治疗和外科搭桥手术治疗都是不错的选择。 总之, 关心病患者要积极治疗, 如果一拖再拖, 很有可能就会发展成心衰, 严重地危害自身的生命健康。 预防心衰, 首先就要有效地控制原发病, 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, 其次就是治疗, 通过药物治疗或者手术治疗来有效地预防心衰的发生, 保障身体健康。 。